美国30年一遇的严重通膨到底有多可怕 从玩具、永巨到太阳眼镜与厨房用品 连锁零售商美元数原本店内商品通通只卖一元 但明年第一季确定要调涨到1.25美元 成为这波通膨一大指标 另外美国早餐卖片也含涨价格最多贵两成 农产品肉类价格攀上历史新高 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预估 今年感恩节大餐开销恐怕比往年多14% 民众荷包大缩水白宫竟然就要回应 物价飞涨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物流大塞车 现在遇上感恩节卡车司机还得疯狂加班 优价方面虽然拜登宣布释出5000万桶战备除油 价格还是没有往下降 专家认为油价飞涨单纯反映市场供需 拜登怪罪石油公司哄台价格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戏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